掌握理财 决定你的财富和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盛理财 今天是3月2号 我是大家的主播大盛 我是老高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沃尔巴菲 他给他的投资者们写的一封信 另外一个是补助金 还有美国要推出的最低工资 还有沃尔沃要出的电子车 另外我们今天会聊一下 Neo、Zoom、Hawaii和Cevergate的四只股票 还有最后记得 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问题的话 我想要多focus在Aira和401K 大家记得我们要关注到最后 好我们先看第一则新闻 第一个新闻是关于沃尔巴菲 上周他annual letter 这个东西我知道你对这个是特别了解的 对因为作为沃尔巴菲 他作为股票中的网红 最大一个网红 基本上很多人入门的时候 都会先看他的理论 就是他的价值投资 但是有时候大家就会说 他的价值投资是不是过时了 或者是他的钱很多能操控市场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今年他给 就2020财政年 他给大家写了一封什么信呢 相比去年来说的话 他们赚了42亿 他们整个portfolio 然后就包括他们就赚的和那个 还没有收到的一些钱 但是跟那个S&P比的话呢 他们只涨了2% 但是S&P整体涨了16%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其实作为沃尔巴菲的 他的portfolio 基本是买的都是一些非常稳妥的股票 就比如说买的Chevro或者是Verizon 但是对于那种明星股啊 就我们去年聊了很多 比如说Dowdash啊 或者是Snowflake这些 可能他就不会去买它 他等一下 他是有 我记得他有买Snowflake 对 他们有一个小的steak 但是Warner Buffett 主要他对他来说 他投资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大的概念 就是如果他不理解 他就不投资 没错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认为就一个公司 一定要存到任何一个人 过去代替CEO 这个公司 公司还可以正常运转 这样的公司他会选择投资 虽然就是非常稳妥 但是相比的话 就是科技股一直在 去年他们暴涨了43% 但是Warner Buffett 他的portfolio至少是2% 所以说 作为一个稳妥的portfolio的话 这个网红只能说 他走的是非常稳妥的打法 就跟那种科技股的话 他基本上是不会碰他们的 所以我是相反 说真的 我现在是比较对 像Ark Invest 那些Cathy Ward这边 就是往科技这边大发展 所以你也知道 像去年来说 他们算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Major Winner 在ETF那边的 那我们今天再往前看 还有什么东西 Congress is moving ahead with $1400 stimulus check 就是我们已经讲好久了 像已经两三周前 就是都已经在聊说 好 Biden已经是总统了 那Biden是总统后 什么时候 这一笔 就是第二笔 这个 stimulus check会来 因为我记得去年 圣诞节后的时候 大家的那个600块 这个 stimulus就开始过来 那时候Biden就说 他还会再多补一笔钱 那个时候他就说 Voke for me I'll make sure you guys get 2,000 dollar stimulus 那当然很多人就以为是 600块加2000块 那反而发现是 600块加1000次 但是说真的 还是2000了 那个政府还是在 印这个钱的话 也是有更多钱 加到我们的那个 overall economy 对像equities market的话 还是有这些好处 那现在关于这个钱 现在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个House那边 他们已经pass这个bill 他们现在要给那个 Senate那边 可能make modifications and vote on it 如果Senate那边 make modifications的话 最后再回去House 但是今天是3月2号周二 我自己说真的 我觉得很可能 by the end of this week的话 这个1200的话 那个Biden就应该已经sign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early下周的话 我们准备market嘛 会有一个大的一个rally 这是我觉得 我们这些但是 你要多关注的 就好像除了1400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 400块钱的失业金 也会发给 也是包括在这个bill里面的 对吧 对 这个就关于那个 ED unemployment的话 它现在是on top of你 每个月能拿到的 那个钱 你能领300块的话 这段时间再多加个400 当然如果你去对比的话 对跟那个疫情刚 刚开始那个时候 很像我记得那个时候 好像是给到多600块一周 当然你知道现在我们economy 开始恢复了 我们开始是在要开始reopening 不可能现在还跟你先给一样 这样的这个钱吧 对没错 因为说是长期来说 美国政府现在有一个problem 就是印这么多钱 以后还是要想办法 要把这个钱还回去呢 说真的 so现在美国政府都在想很多新的 这些办法 然后as part of那个新的bill 他们现在还在商量 要不要把美国的那个最低工资吗 呃提高到15块钱一个小时 so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现在美国从联邦角度上的话 是全美国是7块2 2毛5 也就是现在联邦那个等级 当然有的州不一样 比如像加州是已经有定了 会有一个15块钱的一个 一个minimum wage by 2024年 然后现在他们这边 那个progressor这边 他们在那个congress 他们希望说好吧 我们把这15块钱就提高 就是nationwide 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你如果把大家工资提高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不是你税就可以收更多钱了 因为你赚越多的话 政府是不是能收越多 因为他们会提高大的收入 就是最低工资 但是那个报税的那个比例 说真的吗 他这个就不提高 所以他们是不是对政府来说 就有更多新的 呃可能就有更多的 这样的这个收入 那这个东西的话 两边还是会稍微还在 在讨论 因为说真的吗 一大部分的美国的 这些很多地方 最低工资还是按照像 7块2毛5 你看像德州这样 加州像纽约 我们这些 这些比较populous的这些地方 我们的那个最低工资 还算是比较高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再多关注 我们需要再evaluate一下 这个会怎么样 因为对我来说 如果这个有approve的话 对economy有好也有不好 当然有人会argue说 现在如果员工 呃越来越贵的话嘛 是不是就很多 那个我们就更往automation这方面 就靠电脑这个的 就那个 就更利用这些东西了 还有我还记得几周前 那个你自己也提了 有一个app叫做fiverr 就是不是现在很多就美国公司的话 在顾可能四个员工 帮你管内容这个部分 你可能就顾一个员工 呃大部分他就靠fiverr嘛 就帮忙去外包很多这些写内容 创业内容的这个的工作了 so 这是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真的多多考虑的 没错 我觉得尤其是对那种 就是说需要很多员工这种行业 比如说生产啊 或者是餐厅啊 他们这些就真的需要有人去服务的 那对于比如说网络公司啊 或者科技公司 他们就完全可以就把这个员工外包给 比如说就最火的印度 或者外包给中国 或者认识 甚至于就是说其他国家 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这是涨了没有那么位置 在发明说没有什么大影响 他们直接给外包 但是对于本体就是说 本土的那种员工的话 就比如说餐厅或者是超市那样的 需要人工去做的话 涨这个价钱的话 就对于这种公司 我相信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很有可能就是说他们会少招一些人 是的 so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家虽然多关注吧 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知道那个Senate的话 因为还是有那个50-50Republican and Democrats 肯定across all party lines Republican肯定会很反对这个 那question就是 会不会所有的democrats会unite 会说要同意这件事情 所以这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多关注一下 好那最后一件新闻是 Volvo他们是说他们会 Fully electric by 2030 然后可能卖车现在从网路这边了 你看这个title的话 你想到什么东西 Tesla吗 对 因为说真的Tesla的model说真的吗 它是有showroom吗 showroom说真的 只是为了让你看那个车 但真正你Tesla要下单买一部车 都是透过online了 Volvo说真的也不是第一家就是大的汽车公司 我记得几周前 我也是有跟大家分享 Jaguar 那个英国的那个 做luxury car maker 他们也说了 也几乎差不多到2030这段时间 他们全部的车也是100% 全部就是那个也是充电only了 so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已经有那么多公司 automaker已经看上 就是电当未来的话 是不是从investment角度上 我应该在我的portfolio 应该要有考虑 就是一些electric的automaker 在我这个portfolio里面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看今天的股票的话 我知道今天那个market的话 没有太大的那个改变 我们可能有一些adjustment 但是你有这边 我知道你有蛮多东西 想跟我们聊的吧 因为今天跌了差不多10% 你可以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吗 就那个Lio Lio作为 就是蔚来啊 作为一个国内的电子车大头的话 其实也是很有发展空间的 就是说 他们出了财报之后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就相比于去年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是赚了133% 已经很高了 然后相比于上个季度 就是这次是Q4 Q3的时候 他们赚的是46.7% 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个利润 其实是上涨的 然后他卖了多少车呢 上个季度呢 他卖的是17000辆车 同比上上个季度相比的话 他们是涨了15%到18% 也是个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啊 那大家可以有问就是说 那他一直就是说 跟上个上期相比的话 一直在赚钱的话 那为什么就是说股票还是低了呢 那其实是这样的 那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有东西叫做R&D 就是去研发 那作为这种电子车公司的话 其实他们要去不停的去研发 不停的不同的新车 不同的model 才能就capture这个市场 如果一旦停止的话 那你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新闻 就是Volvo他要进来 任何一个竞争对手 一旦进来的话 就很有可能把他们压下去 那相比上个季度来说的话 他们花了超过43.40%的 就是经费在R&D里面 就大概是8.3亿 所以说这样看起来的话 上个季度 跟这个季度相比的话 他股票跌了 就是因为他们把大多钱 花在那个R&D里面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的估值已经很过高了 就是说他们的现在的 PS ratio是42% 那什么概念呢 就是Tesla只有21% 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高 就是现在这个价格 是个非常高估值的股票 那他会 那什么时候能买呢 就是说他会不会再跌下去 还是说这个价格适合买 其实呢 就是说NIO或者电子车 作为一个现在一个非常 现在一个主流的一个电子车市场的话 他这个价格的话 如果大盘是走好的 就是往上涨的话 那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定在40块 或者45块钱之间 你可以入手 但是如果大盘在接下来的几周 或者接下来几个月 会往下跌的话 那我给大家建议是 他的那个买入价 大概是在26块钱 到29块钱之间 所以你觉得还有可能就是 那个NIO还会在 在造成再跌就是 这个就看大盘了 如果大盘是走 跌的话 那他肯定会会跌 但是如果走好的话 那其实现在这个价格 还是算是OK的 OK I mean 我觉得你讲蛮好 我刚刚故意是把我们的 圈儿换 他的max all time 也是就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你看 今天是三月二号的话 如果我们看一下去年 也在差不多这段时间 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话 NIO才3块5毛5了 说真的吗 他现在这个market 这个pullback 就是从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到差不多60块的时候 大概在今年2月份 那个时候 肯定还是会有一些correction 算是蛮正常的 然后我们大家知道 就全世界现在 大家政府都在疫情的话 是不是对NIO的话 at least我觉得 现在到夏天 是不是可能 他会有一个 在一个market的 一个rebound 他是不是会回去到 touch到以前的 那个60块钱 这个resistance 这个是我就想要 多关注的这个东西了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股票 现在股票说真的 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zoom 我记得上周 我就在说zoom是那种股票 我对它就很bearish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economy 几乎快open了 我们现在住在加州的话 我也在等那个 Gavin Newsom 他现在可能就让大家 在室内餐厅开始吃饭了 那是不是这样的话 变成我可以约朋友 我们直接出去外面吃了 我们就不用 透过zoom这样子视频 这样子见面了 so zoom的话 昨天 那个怎么会冲到 430级 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这个是因为 它那个财报也出来了 然后呢 它的净利润 大家猜一下 达到了2.6亿 那同同比相比 就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就突然开始 大家开始用zoom的时候 它的收益率 其实只有1534万 就是大概有16倍的增长 也就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那刚才那个老高也说了 就是说zoom作为一个 这种疫情的股票 就疫情期间爆发的股票 那是不是疫情结束之后 就大家不用了呢 就是从它的财报中 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现在用它的人已经有点普遍化了 就是说很多人大家已经习惯用zoom这个聊天软件或者视频软件 那就算疫情结束之后 其实它的那个增长率或财线这个价格也是蛮稳定的 就不会因为说疫情结束之后 我认为它的股价会跌得特别惨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PE ratio 就是之前它是当大概有1000倍那么高 现在大概达到了280倍 就虽然也蛮高的 但是就是它的收益比例 但是按照它现在这个用户量和它的那个纯利润来说的话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的业绩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说它的业绩其实并没有跌 还一直在往上涨 所以说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说大家就大众对它的那个使用率 我这边还是就蛮看好zoom的就是长期来说 嗯 好的吧 那再来 我觉得因为疫情现在我们都说已经快要结束了 那个疫苗都开始出来了 说真的我今天本来还觉得我们今天应该稍微聊一下Johnson & Johnson 但我可以下一次再多聊 这边还是有另外一个股票 因为我知道经常我都会有同事稍微跟我去反映说 是不是每次我们选股 它有点太贵 如果他手里只有像500块想要买个stock的话 你真的买不了太多东西 举例拿500块你连一个Tesla都买不了 那我这边找到一个算比较便宜的 我是自己是蛮推荐的 这叫Hawaiian Holdings 它说真的是一家公司吗 他们就在对夏威夷那些旅游那边的行业 他们有蛮多的这些holding 不管是像酒店那边旅游的这些景点 那肯定这家公司吗 他们一大部分是有被就是疫情这样的影响 因为旅游行业现在是做的不好 但是我看上他们的未来是因为你想等到大家就可以恢复正常开始旅游的话 那是不是夏威夷那边就很多人就开始在旅游去了 5-day chart可能还是有一些market pullback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上周有蛮大的rebound 但是如果我们到6月6月的这个chart你就看到吗 它这个overall stock是往上涨 如果我换到那个one year的那个对比的话 你就看到这是正好吗 去年就疫情前然后它就开始有些跌 然后它现在就开始有这个recovery回来了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possible 做一个蛮好的一个buy opportunity 现在我觉得要多关注一下 那最后一个股票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 是Silvergate Capital Corporation 你知道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吗 嗯 这家你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 好吧 So Silvergate Capital Corporation 他们是一个银行 他们主要是专门在帮那些做虚拟币 crypto的那些公司吗 就是存他们的钱 举例今天我想要投1万块吗 在像一个blockbuy的这个平台 就是在那边可能累计利息 或者去买比特币的话 我他们的那个银行depository 就透过像Silvergate Capital So这家银行他们主要就是帮忙在服务 就是跟虚拟币这有关的 So他们的价钱说真的吗 也是跟虚拟币比特币这些东西是一起的成长 So我给你看一年前的话 他们这家公司你看到吗 对啊 对不对 就这样他们也是 就是你看一年的时候 去年2月份 那个今天365天前才15块53 现在就涨到了你知道吗 100好吧 今天我们说149吧 So你可以看他的这个价钱吗 就是跟crypto那边有一起 它有reflect他们的价钱 So如果crypto再往上涨的话 很可能Silvergate Capital 也会跟他match他们的价钱 So对我来说 像这种公司的一个好处吗 如果是举例今天我在TD Ameritrade 还是Fidelity 我真的对像crypto我有些兴趣 但是我有两个观点 第一我觉得投资比特币还是有一些风险 原因是因为如果我已经开了像一个Coinbase account 它没有FDIC这种保险 但是像Fidelity这些还是会有那种 我用到美国政府FDIC insurance 那是不是按照那样的话 如果我还是想要投 就是跟crypto有相关的 我是不是就投跟他们有相关的行业 就像他们的银行这些 按照他们的这些价钱 他们涨这个银行价钱一起涨 你看如果最近不是他们就有一点跌了 从那个比特币从5万6 跌到4万3 我记得那你看它的价钱是一样有这个reflection 然后昨天我记得crypto那个比特币稍微有到5万 那还要稍微这样恢复起来 so我觉得silvergate capital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投资选项 如果你就觉得说好吧 那就不投比特币 反而找一些跟相关的这些行业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最后视频 我们还想让大家看一下虚拟币这边的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先补充一下 我记得比特币好像今天 能找到5万吗早上的时候 呃是这样子的 so如果我看一下嘛 那个算是呃 今天早上一大早之后凌晨的时候 他又touch回到了那个5万了 so我给大家一个reference point 我们说真的嘛 在那个二月快快到二月底的时候嘛 那个比特币又破新的记录了嘛 就是有高于到5万7 很像快到5万8了 就完全新的这个这个记录 然后嘛 那比特币又稍微就有一个market pullback 说真的嘛 很多人就开始怕了 说哦是不是因为这样开始pullback 就开始有大跌了 因为每次大家都会聊到2017年那一次 你还记得吗 他跌了80% 没错 那对我来说的话 如果你真的去看他现在那个crypto的这个cycle 说真的嘛 每次都有成长 但是都会有一个pullback so我今天用一个6个month chart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破了2万他就一直往上冲 冲到4万 然后你看哦 就会来了一个25%到30%这样pullback 你看跌到差不多3万 然后又再上去了 完期 然后又来一个这样pullback了 so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投资比特币的风险是蛮高 但是最后他的return说真的也是蛮高的 呃我们大部分这个bitcoin还是在他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cycle 我们就说他现在在一个那个bull market的一个cycle 我现在就还在多关注一下 我觉得每次有一些跌可以就买一点 不管是200块还是500块 不用一次全部大量举例 花4万7千 就买一整个coin 我觉得还是要要要注意这样这种有的这些风险 因为你看一下哦 我今天说真的我的大主意就是我喜欢看一年前怎么样 你知道吗 一年前的时候嘛呃3月4号这个时候是疫情开始严重了 但大家还搞不清楚状况 比特币才8700呢 说真的我有点后悔那个时候没没买的 但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高 对那个时候我也觉得高 因为你看那个东西一发生后疫情来 他就就往下就跌到4000左右了 但是你不觉得吗 很crazy说在一年的这个时间吗 我们就说好从从我们就说3月2号33号 从8700涨到现在的这个4万7 就是我完全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现在投资说真的是有它的风险 但是能赚的这个钱说真的也是也是蛮大的 嗯 我最近也是有跟一些在做财经管理人在聊 他们是说他们建议呃就是跟虚拟币这些 你应该把1%的你的investment product 1%到4%的话 可能就往这边放了 对我们也是告诉所有那个提醒各位的所有听众 就不要脑子一热把自己的房子啊车啊全卖了 然后全买到比特币或者tesla这种 这种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虽然说高风险高回报 但是一旦你就是说没有熬到那个时候 你突然需要这笔钱的时候 没钱怎么办 所以就1%到4%是个非常稳妥的一个选择 你既可以赚 然后如果有风险的话 其实你也不会怕赔的太亏 嗯 这部分是说的特别好 那我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了 好 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啊是一个我们公司同事 昨天我们正好在这聊的这个话题吧 呃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是 IRA IRA 然后Roth和Traditional IRA的这个的差别在哪里 我知道这一方面你肯定是比我更强的 IRA它的全称就是Individual Retirement Com 就是个人那个退休账号 就是说美国政府就是非常鼓励大众 就是说去存钱 尤其是为他们退休金来存钱 那IRA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分两个 一个叫做Traditional 一个叫做Roth IRA 那在Traditional里面呢 你可以每年你作为一个单身的话 你可以往里面存6000块钱 然后这6000块钱呢 对于当年来说你是可以拿来抵税的 然后这6000块钱 你是开了IRA之后呢 你这6000块钱 你还是要拿去买股票的 你可以买一个ETF 比如说VOO VTI 或者是买一些个别股票 比如说Apple 那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呢 你要到59岁半的时候 你才可以都拿出来 那拿出来的时候呢 到时候你只要付那个 如果Traditional的好处就是说 比如说你退休之后 你没有任何收入了 那你从Traditional IRA里面拿钱的话 那美国政府就是说有 比如说你的年收入低于2万 或者2万5之间的话 你是不需要交税的 那那个时候你只要每年拿出来 2万到2万5之间 那你这些税 你这些钱都不用交税 那Roth好处是什么呢 先说一下Traditional的一个坏处就是说 你不能提前把钱拿出来 你如果你再拿出来的话 你是有一个就是说Penalty 就是说需要付罚款的 但是Roth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照样你要投每年投6000块钱 但是任何期间 你都可以先把那个本金拿出来 就比如说我10年之内投了那个6万块钱 然后我赚了 比如说又赚了6万块钱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先把6万块钱拿出来 另外赚的6万块钱 你放在那里不用管它 老高你这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No 我觉得这个Roth IRA是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最早在我们的 thesis 有跟大家分享 说怎么算是最保守的方式 可以赚到100万 说真的一大部分 就从你这个IRA这边开始累积出来的 如果从 我举例我们说说 从25岁的话 你开始累积30年到35年的这个IRA 每年都放进去这个6000块的话 平均来说你按照一个成长率的话 我们就说一个保守的一个8%的话 因为现在Market Return 10年Return好像还比较高 最少是10%对不对 你是可以保证的话 可以达到100万 说明你每年还是照样这样子 contribute你的这个6000块 所以对我来说 IRA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是为了大家的一个saving 就是等到年纪大的时候 因为说真的 我自己对现在的这些美国政府的看法 是因为如果政府一直在讲益钱 我觉得很可能在20年以内嘛 不会有social security可以领了 就举例我75岁了 我终于退休 要找美国政府领钱 我有这个钱让我来领了 没错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21岁 在3040岁之前吧 那我们建议你还是买那个Royce Royce RLE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是你先把税付了 就是说比如说当年财政年赚了6万块钱 然后付完税之后 你只剩5万了 那这5万里面 你再花6000块钱投到Royce里面 这些钱你是付过税的 然后到时候呢 你在Royce里面买卖的话 你是不需要交任何税的 那Tradition的话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是50岁了 快60岁了 马上退休了 那你把这钱投进去的话 其实你到时候再把那个钱拿出来的话 因为你本身就 就是说你期待自己 可能未来不会有过多的收入 那你买Tradition是更适合你的 好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再次提醒大家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那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然后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